因為這組人還要欠工嚴重 為了要鼓勵中高齡的勞工 可以重新回去工作 政府有提出賦路在主業界外 上官就能領到三萬塊的獎勵金 不過有勞工團體 勞工團體是 政府應該把這些錢用在創作 適合中高齡主業的環境制度 主婦您好 要結帳嗎 千切順順順客 擔心是一家主業賦路 以前就要進行業服務 為了照顧小孩離開這場 現在小孩大跟他領會這場 待會賺一個看法 公司如果擔任中高齡完工 親像會寄和一簽的寄拿 改造比較快的單元方便使用 過早退休可能對政府來講 或是對自身來講都不是一件好事 友善的工作環境 我覺得對中高齡就業是很棒的幫助 以前開放後還缺工嚴重 為了高齡的中高齡 还是日处集合服务定会计定 政府推萨请向服务在集合计会 提出3万块集合中例金 政府怎么保障企业 党企业人材 路团认为 欣赏劳人这个情形 等级都有 政府应该适合 适合中高龄集合的困境 这是对境路由 另外台湾今年经贷路产率 差不多是59.2% 55.4%路产率是76.3% 但是超过55%就开始多好多降低 60.4%路产率只有39.6% 尤其是60.5%至65.5%以上的路产率 跟日产比较起来 差我买75%至35% 其实我们55到59岁 跟整体老产率是很接近的 加强奖助的对象要放到60到65岁 顾问职或是蓝领的这种职场导师 也都是中高龄劳工二度就业 蛮适合的一些职务 面对中高龄会流 这认为买中会原来这种 现实的状况开始有困难 但是人家的专家是说 这个经验豐富中高龄的人 能够当当人不顾问 提供经验资讯 是中会感觉这种可能的机会一日 记者 中会报道